声音很大 可是刮风下雨大太阳 你又不上街头 你没听错 连胜文酸得不是别人 就是国民党选民 爱骂又不敢出来表达意见 越骂越上头 连胜文就像剪刀枪 国民党没有选民 你自己在 你自己一支独秀又怎样 你自己真的 就算你2024年能出来又怎么样 你怎么算来讲 越算票越少 选民跟知识者越来越聪明 不满初选都过了 说好的选后团结 却依旧四分无裂 尤其是像这种情形 如果有可能跟韩国瑜 一起同台的话 你也会不排斥吗 这个以后再说嘛 看状况再说嘛 还要再等等 还要再看看 敏感问题 有人打太极 有人就是谁都合体了 但就是没有跟韩国瑜站一起 当内不少有分量的政治人物 不到最后一刻始终不飙态 让小鸡们也甘着急 我们蓝营的重量级的人物 这时候大家都应该抛开成见 不管你战略的是哪一个角色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 秉持所有的一个成见 要大佬们以大局为重 毕竟不少民调都显示 还有超过三成的民众没有表态 选战倒数怎么挽救颓势 硬刑的这一块成了逆转胜的重点 不积极团结进攻 而是党内互闪 也难怪连胜文这么气 国民党没有选赢 你自己一支独秀又怎样 TVB的新闻 华少平玲珑视 韦佳琪SNG小组台北采访播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